中華是台灣六都以外 人口上座百萬大館 但是今年來中華人口外宜 人在大量流失 因此中華館政府在今年3月29日 掛白生立青年發電所 丟為青年蘇姆 現在當時比亞要幾隻 要怎麼讓青年朋友願意留在中華發電 中華館議員陳真正 今天在中華館議會的定期會當中 要求青年發電所要加強業務推動 讓青年朋友願意留在中華 曾經是中華市上流來的上業家 但是現在雖然為人家流失 讓中華市英六家是去玩意的方法 為了要鼓勵青年開店創業 中華館政府在今年推動中華上店家 去補助青年電店喜歡各位 目前已經付得很多青年開店 中華館議員陳真正 今天在中華館議會的定期會當中 就將對英六家的問題 要求中華館青年發電所 要全力來付得青年創業 永樂夜市商圈 我們不是有一個租金補貼 孟展店的這個計畫嗎 那本席想了解一下 我們現在的執行如何 他們是有一些好的店面 是隱藏在巷弄裡面 但是你要如何去 把他們整個串連起來 用這些資金 讓他們屬於有一個常態性的活動 吸引了所有的人 能夠再有興趣來 投資到永樂商圈裡面 可是目前看你好像都還沒有 如何要把他們串連起來 是預算通過之後 其實我們對於整個舉辦創意市集 舉辦音樂會 舉辦包含這個市榮的 因為在入口目前大概前半部 很多都感覺就是一個比較凋零 不知道隱藏在裡面 其實很多很精彩的店 所以其實這個軟體跟硬體的部分 我們都希望說至少從門面開始 從人經過永樂街就會開始感覺 裡面好像很有趣喔 甚至我們週末假日會開始持續性的舉辦一些創意市集 或者是能夠吸引年輕人的這些表演活動 讓大家開始會走進來 另外 尷尬對中華品牌的問題 但以外也要求請法處要 有助於彰化相關產業發展的年輕人創業 讓留在彰化的年輕人不在外 還能夠吸引外地年輕的返鄉就業 那在現在疫情 從去年到今年的疫情的影響之下 其實大家都謀生非常的不容易 尤其是年輕人更有搭好 前程正需要縣府出面協助的時候 但是本席現在目前好像還沒有看到 我們青年處有什麼完整的計畫 可以協助青年人發展 其實我們目前對於這個青年創業的部分 我們知道疫情對青年創業的銷售 會有一些衝擊 所以第一個我們上任之後 對於這個想要創業的這個青創補助 我們積極審查 然後尤其在對於資金的補助方面 我們從原本的兩期分成三期 然後讓它企業計畫運作到中期的時候 需要大量資金的時候先荷博第二期款這樣 這是部分是已經在運作的部分 我們先去做回應 然後第二部分是接下來 我們接下來半年會很努力的就是說 創造青年創業它的產品的剛性需求 而這部分呢就是回應一般的企業 對於企業社會責任的重視 只要青年創業的商業模式裡面有 跟ESG有關的相關的訴求 我相信都能夠得到企業這個 他們對於企業社會責任這個 尤其是指揮綠色採購這部分的一個支持 中華青年非常有創意 但是就是欠缺機會 所以管護青年發展處的成立 就是要提供變成福的青年平月創意 趕緊青年平月壓力 新舊話新聞 北分林舊話 太虹博德